第1303章 西藏旅游团 与黄复云谈完事情之后,庄瑞放开了和众人喝了起来,这一次他没再使用灵气作弊,虽然体质过人,但是架不住敬酒的人多呢,不一会儿就喝得酩酊大醉,怎么回得庄园都不知道了。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在房中,庄瑞揉了揉还是隐隐作痛的脑袋,深吸了一口气,用灵气在体内游走了一圈,这才清醒过来。 低头一看,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套新的睡衣,庄瑞哭笑起来,看来昨天喝的真不少,估计是醉得不轻了。 看向睡在身侧的秦玄冰,庄瑞发现他的眼帘在轻轻的颤动,脸上露出了坏笑,伸手从他的蝉丝睡衣中摸了进去,紧紧地抓住胸前的那丰满之处。 这一下,秦玄冰却是无法装睡了,口中拧应一声,脸上飞起一片红韵,看得庄瑞因为醉酒干渴不已的口中,却是平白地生出不少口水来。 虽然秦玄冰已为人母,但是在庄地之间还是略显羞涩,看得庄瑞顾不得外面已经是日上三杆了,一张大口依然是顺着双手亲了上去。 都几点了,孩子们都起床了,憋,憋。 房中先是传出秦玄冰的告扰声,紧接着却是传出了声音声,顿时是淫泥一片。 过了两久,庄瑞才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。 他住的是以前的三号楼,也是最靠后的一栋,这里完全就是秦玄冰和庄瑞的私人所在。 嘿,庄哥,您还能爬起来呀? 没想到,庄瑞刚刚走出别墅,还没来得及伸个懒腰,迎面就碰上了彭飞。 做贼心虚的庄瑞,还以为彭飞说的是两口子那些事呢? 平时开惯了玩笑,庄瑞倒是也不以为意,张嘴回道。 屁话,一哥哥的身体,一晚上七次都轻轻松松的。 倒是你小子还行不行呢?我那边还有点糊骨酒呢。 嘿嘿,庄哥,感情临起这么晚,是和嫂子做运动了呢。 先别说我,昨天喝了那么多酒,您还行不行呢? 听到庄瑞的话后,彭飞哈哈他笑起来,这可是不打自招的。 滚一边去,要不咱们去练练。 庄瑞没好气地问道,哎,对了,我昨天到底喝了多少?怎么一点事情都不知道了? 庄瑞以前酒量就很大,二斤二锅头下肚,照样骑着自行车和流川到处晃游。 但是,昨天和黄浮云进行完那番对话后,他真的是人事不行了。 听到庄瑞的问话,彭飞砸了下嘴,说道。 西前一杯的杯子,估计您喝了又一百多杯吧? 反正,昨天带去的茅台全都喝完了。 靠,怪不得醉成那样了。 你小子,也不知道帮我挡几杯。 庄瑞文言也是下了一大跳,感情自己左个儿,一个人就干掉了七瓶茅台。 这可真是当水喝了。 不,就是喝水也喝不下那么多的。 行了,不和你扯淡了。 把好哥找来,我安排一下,你们今天就要走。 庄瑞有些后悔地揉了揉太阳穴,抬头看了一下。 太阳已经是升到了头顶,连忙说起了正事。 啥,我这就喊好哥去。 听到庄瑞的话,彭飞答应了一声。 庄瑞先前和彭飞商量过,让他和好龙各开一辆车前往拉萨。 然后,他乘坐飞机去内蒙接了铁门,在拉萨会合。 这样,等转时灵通的座床典礼完成之后,就可以直接前往大雪山了。 来到用作招待客人的一号楼之后,庄瑞赫然发现,刘川等人都坐在那里正聊着天。 不由奇怪地问道, 嘿,我说今儿人怎么这么急呢? 流氓,不用照顾你们家小祖宗呢。 我儿子正和他未来的媳妇玩着呢,不用我操心。 被庄瑞叫起了外号,刘川还真是刷起了流氓。 反正庄瑞家的那个小丫头,她是准备预定下来了,整天摆出一副谁抢和谁急的样子。 庄瑞,别听他胡扯,我们都在这儿等你呢。 坐在流氓旁边的周瑞打断了他的话,难得一向喜欢和人斗口的流氓没有顶回去。 看到这种情形,庄瑞笑了起来,他知道,除了自个之外,流氓也就扶起周瑞。 两人一起筹办熬圆,开始时,周瑞起的作用是不大,但是,时间长了,周瑞稳重的性思,着实帮了流氓不少忙。 要不然,有几次,流氓都是咬在大跟头的。 等我干什么呢? 哎,我说雷雷,去告诉你干妈一上,中午熬点稀饭就行了,昨天估计喝的都不少。 庄瑞找了出沙发坐了下来,看到雷雷几个女人也在房间里,更是奇怪了。 这些媳妇们不是最喜欢凑在一起,讨论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家常里短吗? 怎么和流川一样呢,每天就惦记着吃,都是些吃货。 雷雷对周瑞的指派很是不满意,嘟囔着站起身来,走到门口后,回头说道, 流川,要带我一起去,否则有你好看的。 周瑞又羡慕不清头脑了,看向流川问道, 去哪儿,带他干什么? 听到庄瑞的话后,流川大大咧咧地说道, 你不是要去西藏吗?我和媳妇跟你一起去,重温一下当年的西藏之行。 哎,我说老药,我也去啊,当年没赶上,这次可不能把我给甩下。 杨伟对庄瑞当年的西藏之旅那是羡慕不已,不但带回了白师,还顺手骗了个家财亿万的媳妇。 当然,伟哥此行,只是想见识一下西藏的风险,艳遇这样的事情是万万不敢的。 杨伟的化身未落,周瑞也说道, 对,庄瑞,我也想去一趟,怎么是在那里结识的,我能有今天的生活,还权亏了当时认识你们呢? 虽然从部队学的一身本事,但周瑞那会儿的生活状况并不是很好。 如果不是认识了庄瑞和刘川,他也不可能将全家人都接到鹏城定居,过上一世无忧的生活。 所以,昨天在听到鹏飞说庄瑞准备去西藏的事情后,周瑞就找刘川商量了一下, 而雷雷听到后,也是直嚷嚷着要一起去,说是要温固就行。 周哥,说那些干嘛呢?大家都是兄弟不是?话说要是没你,流氓这小子早就赔得底裤都没了,还开什么熬圆呢? 庄瑞知道周瑞是个重情的人,正想在宽慰他几句的时候,抬眼看到鹏飞带着好龙走了进来,对两人招了招手。 庄瑞接着说道,既然都想去,就一起去吧,反正这趟也没什么事,全当是旅游了,人多才热闹嘛。 老班长也去啊,嘿,那感情好。 鹏飞一进门,就听到了庄瑞的话,不禁笑了起来,不过看了一眼,房中的人之后,说道。 庄哥,咱们这么多人,两辆车子恐怕不够吧? 长途开车,每辆车子最好只坐三个人,那样也能休息一下。 鹏飞说的也是有道理的,从拉萨大大雪山,还需要好几天的路程,这样是值班版的坐着,几个女人估计都受不了。 想了一下之后,庄瑞说道,小孩子就别去了,万一不适应高原反应,生起病来,挺麻烦的。 这样吧,周哥,你辛苦一下,和鹏飞,还有好龙,各开一辆车进藏吧,这样,有三辆车也就够了。 大雪山空气细薄,就连鹏飞这种体质的人都有些受不了。 虽然有灵气这大杀气,庄瑞也不敢带着孩子们去冒险。 辛苦啥呀,撒,就这么说了。 周瑞一口答应下来,前几年由于收购藏鸥的原因,他可是没少跑西藏,这条线路谁都没他熟悉。 众人商量了一番,宋兴军最后也决定不去了,留在家里照顾孩子。 虽然有鹏飞的老婆张倩,还有庄母等人在,但是,这五六个精力旺盛的小家伙,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。 商量好之后,鹏飞,好龙,还有周瑞三个人,吃过午饭,就开车上路了。 庄瑞那辆拉风的汉马,倒没有开去,而是开了三辆,性能极好的越野车,全都是鹏飞自改的。 这家伙,有了钱对别的不感兴趣,倒是好车买了不少。 在鹏飞等人离去的第五天,庄瑞和流川一行人,才乘坐飞机,离开了北京。 第一站是内蒙,在一处军用机场接到天门后,才飞往了拉萨。 蒙古人本来就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,在得知能参加活佛转世的座床典礼,天门一路上是兴奋不已。 拉着庄瑞问东问西的,不过,他那豪爽的性子,倒是很快和流川等人交上了朋友。 飞机稳稳地降落在了西藏机场,不过,让不远处别的飞机上下来的游客惊愕的是,这架不大的私人飞机上,最先下来的居然是一只狮子般的纯白色藏鸥。 而在这只藏鸥后面出现的,就更加让人感觉到差异了,一只站立着足有一人高的金雕,竟然昂首停胸地从仓门处走了下来。 一双散发着寒光的鹰眼比尼似顾,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 哎呦妈的,这不是在拍神雕侠侣吧?金雕竟然都出来了,还别说,化妆得真像呢。 一个年轻的游客使劲地揉了揉眼睛,好在后面下飞机的都是些正常的人了,而藏鸥金雕也很快进入到一辆豪华大巴车内,消失在了游客们的视线之中。 四章,就地重游。 这次安排庄瑞等人入住的地方,仍然是位于拉瑟市郊的西藏宗教事务局招待所。 虽然只是挂着招待所的名义,但是那一栋栋小别墅和里面的设施,却是很多五星级的酒店都比不上的。 对于这处住所,庄瑞也很是喜欢,头顶就是湛蓝的天空,脚下是绿绿的草地。 在这种地方生活,可以在不经意间将人们心灵中在俗世所沾染的尘埃轻轻地抚去。 不过在庄瑞等人到达别墅区后,却是发现,整个别墅区都被鹤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给警戒了起来,对于每个进出的人都进行了详细的盘查。 庄瑞一行人乘坐的大巴车,在进入别墅区的时候,也被拦了下来。 警戒,注意警戒,小心蒙受伤人。 当白石和金雕下了大巴车后,四周响起一阵嬉戏声,那些鹤枪实弹的武警们顿时紧张起来,拉枪栓的声音不断响起。 虽然他们生活在西藏,对于藏傲并不陌生,但是白石那庞大的体型,还是让负责警卫工作的武警战士们大吃了一惊。 十多个黑洞洞的箱口,同时指向了白石。 哎,别别别,白石不咬人的。 庄瑞见状大气,连忙挡在了白石前面。 话说,白石一般是不咬人的,但是,遇到了威胁,说不定,就会对这些武警下口的。 放下枪,都放下枪,干什么呢? 庄先生可是我们请来的贵客。 负责接待任务的赵主任,也对一位武警钟相解释起来。 他初见白石的时候,也吓了一跳。 不过,这一路行来,白石却是表现得十分温顺。 所以,赵主任也开口,帮庄瑞说起话来。 对不起,我们要对首长的安全负责。 没成效,那位武警钟相压根就不搭理赵主任,摆了摆手,继续说道。 这种大型猛兽,是不能进入到别墅区的。 赵主任听到武警钟相的话后,似乎也想到了什么,脸上有些难看。 回头对庄瑞说道。 庄先生,您看,是不是有领导要住进来? 见到一个招待所的警卫工作,需要一位中校在现场负责。 庄瑞心里顿时明白了。 感情,小舅也住在这儿,怪不得不让白石入内。 庄先生,我们是有纪律的,这事儿我回答不了您,要不我在室内给您订一家宾馆吧。 赵主任知道庄瑞的来头很大,但是今儿要入住的那位却是来头更大。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情,可不单是他倒霉,自治区政府都要跟着遭殃的。 所以,赵主任就打算给庄瑞换个地方,反正中央每年给他们拨的钱多得去了,不就是增加点招待费吗? 行,那就住到市里去吧,对了,在八阔街附近就可以了。 庄瑞有些哭笑不得,这老旧入住,却把亲外省给赶出去了。 回头见了小舅,要埋怨他几句才成,话说,他又不是不认识白石。 看了一眼小区内的别墅,庄瑞还真是有些不舍,这里的环境可是要比城市里的喧闹强得多了。 走吧,咱们去拉萨市住。 庄瑞正回头招呼刘川等人上车的时候,几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忽然驶到了门前。 看到大巴车挡在门口,一辆警车上下了一个警察,有些焦急地说道, 怎么回事,执行警戒的人呢?快点让这车挪开,手掌马上就要到了。 只是,他话刚说完,前后各四辆车涌促着一辆大红旗,也来到了门口。 只是,大门被大巴车堵个严严实实,车队顿时停了下来。 这下,可是把那位警察给击坏了。 交通管制了一路都没出什么问题,谁知道,临到目的地,却被辆车堵了路,这事儿是可大可小的。 清了些检查,中了,估计头上的乌纱帽就要不保了。 这,这麻烦了,快,快点把车动下位置。 见到这种情形,赵主任一张戴着高原红的脸庞,顿时吓得沙白。 也顾不得庄瑞了,拉着大巴车司机,让他快点挪位。 嘿嘿,看来是不用换地方了。 见到那辆红旗车的到来,庄瑞吓了起来。 在拉扫这地方,出行能有这种规格的,想必就是小旧了。 这还真是巧了,晚来一会儿,估计庄瑞就碰不到了。 嘿嘿,往边上靠,看什么呢,就说你呢。 看到庄瑞似乎还想往车队那边急。 那位急了眼的警察连忙跑了过来,一把拉住了庄瑞。 得,我靠边,行了吧。 庄瑞无奈地摇了摇头,走在了路边。 在他身前,还站了好几个警察,不过,庄瑞的个头高,倒是不怕车里的人看不到他。 果然,在大巴车挪开之后,那辆红旗车驶到庄瑞面前的时候,突然地停了下来。 一面车窗摇下来后,露出了欧阳振华的面容。 小瑞,怎么不进去,在这儿干什么呢? 见到庄瑞站在警察后面,几眉弄眼的样子,欧阳振华不禁笑了起来。 嘿嘿,给您让路呢。 对了,欧阳总理,他们不让我的白师进去。 本来见到欧阳振华的车停下来,外围警戒的人就吃了一惊。 庄瑞的话,更是让那位带队的武警忠孝吓了一跳。 这不是搞刁壮吗? 胡闹,参加这么严肃的活动,带白师来干什么? 欧阳振华帮着脸说了庄瑞一句。 看向在庄瑞身旁站得笔直的武警忠孝,说道。 那只狗不伤人的,没事,放进去吧。 是,首长。 忠孝连忙进个礼。 等到车队开进别墅去后,包括那警察,还有赵主任在内,外面的这些人,再看向庄瑞的眼神,都有些不同了。 这年轻人,究竟是谁呢? 和副总理说话,居然都这么随随便便的样子。 欧阳振华发话了,自然再没有人阻拦庄瑞一行人了,而赵主任,对庄瑞的接待工作,愈发的细致和周到了。 忙前忙后的,搞得庄瑞都有些过一步去了。 赵主任,回头能不能安排两辆车,我想去大昭寺附近转转。 早在飞机上的时候,流川就嚷嚷开了,说是要重温一下在拉萨的时光。 这大昭寺八阔街,当然是必须要去的地方了。 没问题,庄先生,我这就去安排。 安排辆车子还不是小事。 赵主任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 出去打了个电话,没过十分钟,两辆车就停在了别墅门口。 当然,此行赵主任还是要跟着的。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和欧阳振华对话的原因, 庄瑞的警戒级别居然也提高了。 在两辆车之后,还跟着一辆警车。 虽然有些不习惯,但是庄瑞也没说什么,别人都是好意不是。 话再说回来,那些做买卖的人也不是很规矩。 有这些人跟着,最起码像上次那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了。 车子在路口就停了下来,看着热闹依旧的八阔街, 中瑞不仅有种就地冲游的感觉。 五六年前发生的事情,似乎就在昨日。 顺着熙熙攘攘的人群, 中瑞一行人在八阔街闲逛起来。 可能是大刀死有重要活动的原因, 在八阔街做生意的小贩们也是师父的规矩。 逛街是女人的天性,顺着八阔街还没走到一半, 庄瑞和刘川等人的身上就挂满了大袋小袋, 这些当然都是雷雷和秦宣兵的战利品了。 庄瑞,快来看,还记得这间咖啡厅吗? 在拐过一个街角后, 庄瑞突然听到秦宣兵的喊声, 连忙紧走了几步, 一个露天的咖啡厅出现在了眼前。 这什么地方呀, 我不记得了。 庄瑞脸上做出一副茫然的神情, 在看到秦宣兵的脸色, 秦转音之后, 把嘴凑到秦宣兵的耳边, 轻声说道, 当然记得了, 那会儿, 有个傻姑娘在这里, 亲了个帅小伙一口。 四下, 秦宣兵被庄瑞说得俏脸飞红, 不过脸上更多的却是幸福。 伸手握住了庄瑞的手, 一起走进了咖啡厅。 咖啡店里的人并不多, 那位香港老板悠闲地坐在一张躺椅上, 拿着本书正在看着。 午后的阳光灰洒在他身上, 形成了一副慵懒而又十分协调的画面。 不过, 岁月却是在那位以前看上去很年轻的老板脸上, 留下了刻痕。 在他眉角之间, 多了不少的皱纹, 算起来, 他也应该是年过五十了。 见到有客人进来, 老板放下手里的书, 站起身来, 招呼道, 两位喝点什么, 我这里都是羡慕的咖啡。 诶, 你们是不是来过我这儿? 虽然秦轩并已经结婚生死, 但是那美丽的容貌却是没什么改变, 香港老板一眼就认了出来。 当然, 你们之中的庄睿只是跟着打酱油的, 咖啡店里每天进来的男人多了, 这老板又没什么特殊嗜好, 哪儿还会记得庄睿是谁呢? 听到老板的话后, 庄睿笑了, 很开心地说道, 老板真是好记性呀, 我们五六年前是来过这里, 对了, 我们当时是坐在二楼的, 现在还能上去吗? 经过五六年的时间, 庄睿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但是在同样的地方, 还能见到熟悉的人, 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。